这一波的合并潮应该说有若干的原因 我们先说比较正面的原因 当我刚开始出来做投资的时候 我们非常羡慕我们美国的同行 经常会说在美国做创投 最后通过收购兼并成功退出的 比例是远远高于IPO这条独木桥产生的高的回报 收购兼并而且都是非常风光的 大家去收购兼并的 在十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年前 中国的收购兼并只有大之小 很少看到两家大家比较相当实力的 揉在一起去做一个事情 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 是创始人的企业家觉得我们如果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话 咱们先不一定要考虑合并以后到底是我做董事长 还是你做董事长 咱们先不考虑那个 先把这个事情想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面的一个改变 很正面的一个进步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的是最近的有些收购兼并是在一些比较重资本的行业里面 这么重的资本的投入 很难在市场上面去持续的去砸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十个公司出来 所以我们当时也当年也看到了这个千团大战的这个情况 当时大家也就知道 有朝一日这个市场必须是要整合成两个三个数目比较少的这些企业出来 所以在这些这么重的投入的行业里面 那现在的O2O的这些行业同样 它因为有很大的一个线下的一个因素在 所以是很重投入的 这些它肯定在某些时间点就必须通过革命 让这个资本的投入能够都投到这个所谓赢者通吃的 这一家两家或者是很少数目的这些企业里面去 我比较受不了的是夸夸奇谈 新高手低这样的创业者 可能一出来就觉得我很快就能够把阿里给打下去 但是自己可能连开个淘宝店都还没那个本事 我觉得在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和夸夸奇谈之间 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区别 有一个伟大梦想的创业者 往往是他想得很高 但是他能够脚踏实地 从今天实实在在一个事情来做起来 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 他不会怨天尤人 觉得说这个上天对我太不公平了 假如我有足够的钱 假如我有这个 假如我有那个 我会做得很好很好 这些假如都不存在的 唯一的假如就是假如我 踏踏实实地做 我能做出什么东西 在创立起民以前做过一个投资 当时这个投资的团队 也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团队 在外企里面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也拿到了很多的钱 绝对是心气高的一个团队 但是就落不了地 第一他们的执行力不行 假如是一个稍踏实一点的团队 他有可能会在原来的这个计划里面 去做调整 去把原来不足的地方 补足这个板块 但是由于心气太高 当第一个事情做得不如理想的时候 还没想出为什么没做好 很快就要去转另外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没做几个月 看一看好像不大零 又做第三个方向 当时这家公司拿了大几千万美元的投资 这几千万美元就在不停的试错 而在不停的试错过程当中 团队不断的流失 最后这大几千万的钱全就烧光 这公司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其实天时地利人和 就很多方面其实都具备 但是就在实践过程当中 在他们自己的出来创业以前 心理上的准备等等这些 都做得特别的差 所以几千万就都花完了 公司就没了 我觉得目前还是相对比较理性的一些行业 是我自己很看好的 就是to be的行业 to see的行业 这几年已经发展的 应该说是发展得很快 也有很大量的资金 已经拥进这些行业里面去 那to be的这个行业呢 是创投界一直这十几年都在探索 一直都认为应该出来了 但是呢好多次也被狼来了 把很多这个VCEP的钱套进去了 但这一次我为什么觉得会比较实在呢 我是觉得中国现在整个经济发展的阶段 已经到了企业需要也愿意花真正的钱 花大钱去提高他们的运营的效率 比如说我们也花很多的精力 在看一些大数据的工具 而且呢就利用大数据来帮助企业 提高它的运营效率的这样的工具 那如果再走得更远一些的话 比如说所谓的工业4.0 如何去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企业 我们的世界工厂 它的运营的效率 它的自动化的程度 这些呢我觉得都可以归类在大的一个 to be的一个范畴里面 那这一块呢我觉得目前的这个价格 还不至于说已经到了一个很疯狂的一个地步 现在在慢慢慢慢越来越暖 但还不是热 在这一块我觉得价值体现会更好一些 机会呢也陆陆续续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们16年会花更多的精力去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